保二破功,经济成长率砍至1.66% 行政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 今年第一季为0.4% 第二季转负变负0.18% 第三季复苏为1.99% 第四季渴望回升至4.23% 全年为1.66% 政府正式宣告今年保二梦碎 中央研究院上月中首度说今年GDP将破2% 跌至1.94% 当时官员还信誓旦旦说保二没问题 但外资并不认同 陆续跟进中研院 下修台湾GDP为1至1.7% 虽然主计总处上月底反驳说保二有望 估计GDP仍有2.08% 但外资与研究机构对2.08%的数字多有存疑 昨天政府底牌揭晓 原来今年GDP预测值仅剩1.66% 台湾保二彻底失败 上月底到昨天才半个月时间 保二从成功变失败 主计长时数没解释说 出口衰退幅度比预期中来得大 尤其资通讯产品面板及低润产业大幅衰退 是影响整体出口表现的主因 行政院政务委员管中敏昨天对保二破功 说未来将加速推动短中长期经济方案 有信心下半年可以达到主计总处的预期目标 董新闻综合报导